电影瞎看片子看大伤 大家好我是小鸡 评论区经常有人说羡慕电影中的阴阳眼 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让你获得白天见鬼晚上见妖的眼睛 但是代价却是自己身边之人的离开 你还会想要吗 今天小鸡就带领大家一起看一看 七号拆馆的故事 豪华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庆功宴 这是专门为方正而办的 虽说这些同僚表面上对他阿谀奉承 但背地里就会说三道四 毕竟他们觉得破案这种脏活累活 有人傻子这么奋力去干也是一种好事 但方正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既然身在这个职位 就要竭尽全力去做好这个位置应该干的事 同僚们这种不求上进 混吃等死的想法他更是不屑一顾 方正也知道来为他庆功的人里 真心为他高兴的人没有几个 破案的时候真的用得上的 也只剩下他对中几个和他相处多年的兄弟 就当方正正在和几个领导客气的时候 女友阿妹姗姗来迟 方正立刻抛下领导们去和阿妹聊天 但还没说得上几句话 兄弟们就电话告知案件有了新进展 方正立刻将自己母亲交给阿妹 自己去找兄弟们会合 阿妹有些失落 但他也能理解方正 方正的同僚Paul见阿妹一人便上来搭话 正因为方正的名气大 也就导致全警局的人都知道方正有这么一个女朋友 现在的阿妹满心都是方正 自然不想和别人多交流 只是简单聊了几句就去照顾方正母亲 方正最近正在盯的是一个大案子 蹲点四天之久终于见到歹徒老大 方正立刻通知准备行动 但是只有三件方难以 他们四个人定是不够分的 如果等到救援到来 肯定会丢失歹徒的踪迹 方正和兄弟们一起合作这么多年 他认为以这样的配合不会出现问题 国断决定将防弹衣给兄弟们 阿泽等人虽然还有些担心 毕竟方正都这么说了 他们只能照办 阿泽带着一个兄弟拦住歹徒去路 但却没想到歹徒抓上领子的时候 却发现不对劲 瞬间发现眼前之人是警察 立刻开始反抗 方正二人见情况不妙 也赶紧驱车前来救援 却没想到歹徒反应极快 直接透过玻璃取走方正身边队员的性命 眼睁睁的看着兄弟身亡 方正的内心宛如晴天霹雳 如果不是他过于自信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 即便是他再悲痛 兄弟也回不来了 只能现在去帮忙将伤害降到最小 可就算是方正出手 也是没能保住另外一个兄弟的性命 一强正中额头眉心 方正悲痛万分 从车下将歹徒搭到 眼看着歹徒一动不动的趴在地上 但他还是没有钓鱼倾心 以他多年憧憬的经验来说 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将会出现变故 果然歹徒再次动了起来 方正眼疾手快 一枪将他击毙 但是歹徒也开出了枪 这一颗子弹直接穿透了方正的后脑下方 就这样 这个大案子被迫 可是方正几人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 两死一伤一昏迷 就算是这么惨重的代价 也只是换来一个头条和一段时间的称赞 时间会抹平一切 方正几人这么努力 也没能逃过这一定率 还在缅怀那件事的 只有唯一能够正常活动的阿泽 警局内的一切都会让他想到 和兄弟在一起的时光 正是这样的情况 上天却给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这天 他正在上厕所时 却听到有女人的哭泣声 从隔间望去 外面空无一人 哪来什么女人 可阿泽不知道 在他身后赫然站着一个轻烈女鬼 阿泽若是回头看 恐怕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所幸他并没有回头 静止回到办公室处理案件 深夜之中 一个女孩忽然来报案 阿泽表示需要去报案处 可女孩却自顾自的说 森林深处有尸体 这件事情并未得到阿泽的关心 没过多久 门外就传来女孩的尖叫 女孩不断在门口跑动 似乎在躲避什么 阿泽心中存疑 连忙起身查看 可是门口哪里有什么女孩 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当即带人前往女孩口中的森林 果然这里发现一具尸体 只不过 这尸体的脸 他似乎在哪见过 身后忽然传来报案女孩的声音 转眼间发现 那女孩正站在自己背后 他那张脸猛然裂开 露出怪兽般的面孔 自方正受伤以来 已经过去两年 他这两年都处于昏睡状态 护士奥斯卡一直在耐心照顾他 而就在这一天 方正终于醒来 激动的奥斯卡立刻将医生喊来 就在这短短的几秒内 方正竟然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 在观察自己 这当他想看清时 已经变为医生 医生同样的惊喜万分 毕竟方正头部做了多次手术 又沉睡两年 终于康复 跟护士交代好注意事项后 就让方正继续休息 恍惚间 方正再次看到一群不认识的人 他们到底是谁呢 得知方正苏醒的阿泽立刻到达医院 见到兄弟 方正也是极其开心 可以想到另外两个抢救无效 他的心就再次沉了下去 得知他们四人被人当成偶像 方正根本无法开心 若是当个偶像 要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 这个名誉和声望倒不如不要 整理好心情 方正问起自己母亲 可再次得到一个恶号 母亲一年前已经中风去世 身边重要的人一个一个离世 这无疑不是对方正一个巨大的打击 唯一能让他舒心一些的就是阿妹 得知他还安然无恙 这才放下心 休养一段时间后 方正开始了康复训练 他这才发现 医院的人比他想象中的多 曾经来看望过他的陌生人 也都在给他打招呼 经过生死一劫 方正体会到了身边人的重要 对这些打招呼的人更是笑脸相迎 那个来过很多次的人脸上 更是挂着惊喜的笑容 方正下意识的问笑什么 以为是问自己的奥斯卡表示 因为方正每天都笑 觉得很有意思 人有三级 还没有一会儿方正就想去厕所 可就在洗手时 方正在镜子中看到一个浑身赤裸 面露凶光的鬼 险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方正 手忙脚乱的拿上支撑架逃离 迎面却撞上担心的奥斯卡 方正不想吓到他 并未告诉他自己看到了什么 奥斯卡还给方正送来很多报纸 让他看看昏睡的两年里发生过的事情 可为了能够尽快出院 方正下定决心要好好做康复运动 刚出来就碰到探望过自己的人 因为同样的是病人又来看过自己 方正自然而然的和他聊了几句 可碰到的下一个人竟然说着同样的话 方正心中有些不解 紧接着就看到护士推出一具尸体 正是和自己说话的男人 方正瞬间几倍发凉 寒毛倒立 连忙想要追上男人询问情况 追逐到楼梯间时 那人便不见踪影 只有刚刚和自己说话的人在做运动 聊天得知 他名叫阿杰 是名心理医生 并且骄傲的表示 他生前有很多朋友来看他 其中方正并未反应过来 但是细思极恐 见方正的表情有些凝重 阿杰笑嘻嘻的表示 自己是鬼 还让方正摸自己一下 可方正哪能相信这样的话 自然不愿意尝试 但也耐不住阿杰的要求 伸手摸去果然摸不到实体 这个阿杰真的是鬼 消息如同炸弹一般 在方正脑子中炸开 吓得方正连连后退 阿杰连忙解释 因为方正经历过生死 从鬼门关走过一遭 偶然间获得了阴阳眼 自然是能够看到他们 这么说来 方正在厕所见到的也是鬼 阿杰还好心提醒方正 别人打招呼 不要乱回应 回应到人还好 若是回应到鬼 就会被当成神经病 倒不如人鬼都不应 只会被人说成装酷 这时 奥斯卡忽然找了过来 方正下意识看向阿杰 虽说知道奥斯卡看不到 但他心中还是有些慌张 连忙扯开话题 称赞奥斯卡的花好看 提到这个花 奥斯卡有些为难 表示这些自己都不喜欢 让方正代替收下 方正自然是没想这么多 就同意了 锻炼完整后 方正回到房间看报纸 报纸上刊登的护士杀手案 引起方正的注意 阿杰忽然从床下出现 张狗就问这汤好不好喝 并且告诉他 这汤是奥斯卡亲手熬的 那花也是他今天在楼下买的 一切都是他特意做的 这让方正心中有些难为情 奥斯卡陪着他散步时 方正紧记阿杰的劝告 不随便回应别人 却被奥斯卡责怪一番 方正只好随意回应一个人 巧的是 这个人真的是鬼 为了转移话题 方正连忙夸赞 奥斯卡熬的汤好喝 奥斯卡害羞的笑了 心中抹了命一般开心 长时间的相处 让奥斯卡早就对方正 方心暗许 他上一段恋情结束后 十分吻屈 只有沉睡的方正 可以听他诉说 久而久之 就慢慢的离不开方正了 方正可不知道这事 他满脑子都是阿妹 提出想要出院看看的要求 奥斯卡自然是 不能让他疑人出去 第二天 二人开车来到阿妹楼下 却看到阿妹已经有了新的男友 并且还是自己的同事 Paul 唯一的期待也瞬间破灭 他的人生一瞬间 从天堂跌落进地狱 他还是没有选择去见前女友 毕竟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没有和阿妹说上话 方正失落的来到殡仪馆 这是母亲离去之后 他第一次来祭拜母亲 他多想母亲还在 在他的人生中能够依赖的人已经全部不在了 现在的他已经没人可以依靠 可是人死不能复生 回到医院后方正百感交集 立刻询问 为什么见不到母亲 这阿杰一时间也不好解释 或许是方正自身阴阳眼还不够成熟 看不到所有的鬼 或许再等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这个消息让方正无比激动 现在的他对鬼有个新的认知 如果能够好好利用或许是一大好事 方正还在医院安心休息时 护士杀手已经准备行动 就在一个寂静的深夜 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护士刚下班 却不知自己即将面临危险 漆黑的街道内 护士杀手已经戴上了白手套 将不知名药物喷洒在毛巾上 等待着他的猎物到来 护士刚走到街道 瞬间就被凶手捂住口鼻 挣扎无果的护士渐渐失去动静 而凶手也如愿以偿的将护士装进后备箱 这件事做得毫无破绽可言 甚至家人都不知道护士身在何地 这件事无人可知 但没过几天 方正顺利出院 终于回到许久未归的家中 他不禁开始怀念起之前的日子 既然已经恢复健康 自然是需要继续回到警局工作 可上司考虑到他曾身负重伤 想将他调到文职工作 可如果真的转到文职对得起自己死去的兄弟吗 方正定然是直接拒绝 势必要接手最难的案子 上司无奈 只好将他再次调回重案组 他们此时正在处理护士杀手案 得到了线索也是少之又少 从99年开始 每个女孩都是先侮辱再杀 总共有7名全部单身 样貌清秀 都是花季美少女 直到去年中旬第一具尸体被发现 到目前为止才找到三具尸体 全是在荒山野岭 能够发现尸体是因为死者来到这报案的 第一位是一位老警察 但已经因心脏病过世 第二位上星期刚训职 第三位就是阿泽 方正很快接手案子 发现凶手的作案时间逐渐缩短 而且每具尸体都至少被侮辱过两次 但挣扎痕迹不多 没有任何体液留下 地方十分僻静 如果不是死者自己报案 能够发现尸体的可能性很低 法医检查后给出结果 死者服用过大量迷幻药 大概率是被凶手强行灌入的 因为是护士 阿泽已经查过所有和护士相关的人 可依旧没有任何结果 毕竟是重案组的老大 有着多年丰富的判案经验 方正在尸体的照片上判断出是右手作案 并且十分强壮 尸体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凶手的智慧不低 而且对死者的起居极具熟悉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变态杀手 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探员 方正当即决定重新开始调查这件案子 或许他们从头就漏掉了什么东西 下班后方正约阿妹见面 他想知道阿妹为什么要离开 阿妹心怀愧疚 那个时候的他真的很迷茫无助 即使他很爱方正 但人生又有几个两年 阿妹真的等不起了 方正的母亲去世之后 唯一的心理寄托也没了 也正是那个时候Paul站出来安慰他 这让他一瞬间有了希望 面对阿妹的离开 方正从来没有责怪过他 只是疑惑 为什么醒来之后 阿妹一次都没有看过他 听到这话 阿妹哭得像是个累人 他很想见方正一面 但又怕见到之后会舍不得方正 所以阿妹选择好好生活 放下两年的过去 将方正清空宴时要送的礼物放下后 决绝离去 方正看着面前的礼物 也忠于对过去的一切释怀 既然如此 两人就各不打扰 各自安好 复诊完成后 方正找到Oscar 阿杰却面色慌张的走来告诉他 他感受到Oscar的生命磁场越来越弱 方正瞬间有了危机感 立刻假装打电话 这才自然的和阿杰聊几天 会于这是能够最正常和鬼对话的一种方式 阿杰觉得Oscar很有可能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让方正保护好他就可以避免这次灾难发生 牵扯到Oscar 方正对这件案子更加上心 当天就来到之前的受害者家中调查 受害者房间中周围的灯光十分阴森 因为披头散发的白衣女鬼赫然站在墙角 方正立即将不相干的人吃走 女鬼很显然就是这次的受害者 只要能够和他对话 就可以轻易的找到尸体所在地 没过多久 方正出来后直接带着警员去挖掘尸体 案子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凶手过于精明仔细 想要破解这个案件还需要更多的线索 方正立刻来到医院寻找Oscar 将一部全新存有自己号码的手机给他 为了防止他受到危险自己接不到电话 方正也给自己买了一部新手机 专门用来接听Oscar的电话 这Oscar心里如同吃了蜜一样甜蜜 临走之前 阿杰忽然冲出来拦住他 方正立刻拿出手机假装打电话 早已习惯阿杰的突然出现 阿杰慌张地告诉方正 Oscar的生命磁场更微弱 最好让他贴身保护 这让方正心中一惊 立刻邀请Oscar一起吃饭 Oscar自然是心中欢喜地答应 可是在吃饭时 一位不速之客到来 这是他死去兄弟的表哥 对于方正的做法 他十分愤怒 况且是搭上自己表弟的性命 方正静静地听着他的控诉 随后郑重地向他道歉 他自己知道 这件事自己做的不对 可如今后悔已经来不及 心底善良的Oscar好意劝导方正 这才让方正心里也好受了一些 将Oscar送回家中 方正这才回到警局继续办案 还没多久 Oscar就打来电话 并不是遇到危险 只是来道个晚安 二人关系似乎已经上升了一个层次 只不过都没有说出来 挂掉电话后 方正无意之中发现案件的突破点 这些受害者家中曾经都受到过抱歉 立刻让处理相关事情的抱歉组来这里会合 但是因为两个组没有关联 所以两个组并不知道这会和凶杀案有关 既然死者家中都被抱歉过 那就着手从盗歉这方面插击 抱歉组表示 有个叫戏强的很值得怀疑 戏强是99年3月放出来的 第一个护士失踪是在99年4月 方正的第一个犯队嫌疑人出现 立刻找人搜查他的位置 等待消息的时间是漫长的 方正也没有闲着 依旧在查看线索 但是门却被敲响 抬头望去并没看到什么人 方正以为是有鬼在开玩笑 继续回去办案 回头却被两个鬼吓了一跳 他们正是那天殉职的两个队员 面对着好久未见的好兄弟 方正迫不及待的向二人道歉 若不是他执意行动 也不会有这样的后果 可是两人根本就不怪方正 这句话也让方正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开心的想要和兄弟们抱在一起 可是人鬼殊途相见不能相拥 这里也让方正明白 鬼也是有好坏之分的 并不是所有的鬼都只会害人 兄弟相见 也让方正的心态发生改变 好事接连发生 细强这边也有了新的线索 方正立刻带人去追捕细强 却没想到细强刚听到风声就跑了 可是他那肥胖的身材 哪能跑得过警察 被轻而易举的抓进警局 进到警局的细强 这才老实一点 但依旧是不承认自己杀过人 方正见问不出想要的答案 直接将细强带到子者的家中 让死者亲自判断 到底是不是他杀的人 方正将死者房门关上 这让细强慌张无比 可方正根本不听细强的话 直接出声让死者认认看 细强顿时毛骨纵然 这里只有他们两人 不是跟他说话 那方正还能再跟谁说话 面对方正不断的询问 细强都快要被吓哭了 那个时候 死者看不到凶手的脸 只能辨别身形和气味 这和细强完全不符 方正也明白 凶手依旧逍遥法外 直到自己即将被释放的细强 喜笑颜开 还没得意几秒 手中忽然掉落一个骷髅头 吓得细强惨叫连连 就在这时方正接到 奥斯卡的电话 他的声音异常的召集 这让方正心中一沉 火急火料的赶到奥斯卡的家中 原来是他家也被抱歉了 这就像是护士杀手行凶前的通知书一本 让方正难以安心 立刻将奥斯卡接到自己的家中居住 这可以起到极大的威慑作用 奥斯卡就这么平安度过了几个月 可还是让凶手抓到了机会 奥斯卡等待朋友下班时 一个穿着红白色鞋的男人缓慢接近 直接将奥斯卡迷婚带走 车停在一个荒郊野外 凶手即将给奥斯卡喂药的时候 奥斯卡忽然惊醒 察觉不对立刻呼喊救命 凶手只能拿出迷药 想要将他重新迷晕 奥斯卡挣扎之下 不小心扯掉凶手头套 就在此时 一辆急迟而来的汽车不小心撞上来 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后备箱撞开 凶手愤怒的拿起武器 直接锤在奥斯卡后搏梗 却没想到奥斯卡掉出汽车 开车的司机健壮连忙下来查看 凶手自知不能再等 直接开车离开 在奥斯卡被送至医院之后 方正气愤而又自责 自己还是没有保护好他 耐心的安抚好奥斯卡的心情 方正这才问 有没有看清凶手的脸 奥斯卡仔细回想了一下 表示那时候太黑 虽然扯掉了面具 但是却没有看清凶手的脸 即便如此 方正依旧是没有灰心 直接让手下去散布消息 现在已经掌握有力证据 只要目击证人醒来 就可以破案 此时 医院外面走来一个身着红白鞋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正是阿泽 他缓慢的打开奥斯卡的门 确认好周围没人 这才走进奥斯卡房间 拿起枕头 阿泽的脸上有些怪异 那动作仿佛要将奥斯卡无死 事实并不是这样 他将枕头轻轻放在奥斯卡的身下 直接去找方正说事 在他走后没多久 又有一个人进来 他也同样拿起枕头 可却发现眼前之人哪里是奥斯卡 而是方正 方正一脚将他踹开 按在墙上 原来方正早就提前转移奥斯卡的位置 让阿泽代替自己照顾奥斯卡 刺激乔装打扮守株待兔 而来的正是那个护士杀手 一个将警察的头衔当成保命符的凶手 可是凶手却直接甩开方正逃跑 沿路碰上前来支援的阿泽 三人在医院上演一场追逐大戏 可这凶手的反应速度太快 利用一个拐角将方正二人甩开 二人一起追上天台 却看到只有阿杰在天台 立刻拿出手机假装打电话 阿泽疑惑的询问方正在打给谁 方正下意识回答是情报科 这让阿泽有些疑惑 自己跟了方正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相信情报科的话 阿杰让他们在这等待他去寻找 却在转角处被凶手给吓一跳 得知凶手藏身的地方之后 方正立刻带着一脸懵的阿泽去寻找 到那时凶手已经转移地方 还好阿杰提前报信 方正回回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阿泽只能说是不知所措的被带着走 而且方正这副模样根本不像是打电话 方正前脚刚走 凶手后脚就将阿泽扑倒 挟持着阿泽走到方正面前 方正担心阿泽的安危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可阿杰却在一旁说 阿泽的生命磁场很强 甚至比方正的还要强 若是之前的方正一定会放下枪 现在不一样 他知道阿泽不会死 可是这是拿阿泽的命再度 方正还是选择相信阿杰 直接让凶手开枪 此话一出阿泽都震惊了 这是多年来对破案如此认真的老大说出的话吗 正是因为方正的不断逼迫 凶手瞬间踩到伊拉罐花道 阿泽瞬间脱困 凶手为了不被抓住 直接用枪抵住自己 宁愿自杀也不肯跟几人回去 但是阿杰却在一旁说 他生命磁场比阿泽还强 这让方正也十分自信的让他开枪 这一次阿泽再次傻眼 一起共事这么多年 他还是第一次见方正这么不计后果 让阿泽再一次刷新了对方正的认知 凶手果然不敢自杀 直接跪在地上求嚷 哪怕是这么一个冷血杀手 在遇到关乎自己生命危险的事情 也变成了胆小如鼠的人 护士杀手的案子顺利被迫 方正正准备带着奥斯卡回家时 阿杰再次慌忙追出来 竟然是阿杰发现 奥斯卡的生命磁场越来越弱 或许现在凶手还没有危及到他的生命 但之后一定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现如今他们能做的 只有好好照顾奥斯卡 一路上方正都在思考 到底还有什么能够威胁到奥斯卡的姓名 奥斯卡见方正一直闷闷不乐 松开方正的手表示自己明明现在活蹦乱跳的 怎么可能会死 说完还转了几个圈 就是这一松手酿成大祸 二人都没有注意头上掉起的集装箱 方正发现的时候已然来不及 巨大的集装箱直接砸在奥斯卡的身上 方正也被巨大的冲击力压倒在地 他愣愣地看着奥斯卡留在下面的一只手和满地血迹 根本不相信眼前之事是真的 他奋力想要推开集装箱 可是这偌大的集装箱根本纹丝不动 他着急地扒在缝隙处看奥斯卡的情况 但任兵他怎么努力 心爱的女孩也不会回来 他痛苦又气恼地拍打着集装箱 地上的血迹深深地刺痛他的心 身后忽然传来奥斯卡的呼喊声 方正立刻发现变成鬼的奥斯卡正站在自己身后 这仿佛是现实在给他开的一个天大玩笑 只能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却无法触碰 结怀之下 方正掏出手枪准备和奥斯卡一起离开 可却直接被制止 奥斯卡希望方正可以好好活着 不能因为自己就放弃生命 就算今天死的是方正 他也会好好生活 这时不远处有人遭遇抢劫 奥斯卡见方正不为所动 以不去帮忙就再也不见他的理由威胁方正 毕竟人鬼殊途 奥斯卡不愿意 方正就连相见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十分不舍地和奥斯卡分别 约定好晚上见面 立刻动身去追逐抢劫犯 看着方正努力追逐抢劫犯的样子 奥斯卡露出欣慰的笑容 毕竟能这样陪伴着亲爱的人平安一生 也是他之后最大的快乐 全编完 这部电影是香港著名导演 邱里涛著作 而之前讲过的《阴阳路》系列的 一到六集 也是出自邱里涛导演之手 邱里涛导演的电影 都会恐怖中掺杂着温情 这一部也丝毫不例外 方正从一开始的孤身自傲 不关心身边之人只孤破案 慢慢地因为周边的事情而开始改变 这正是一场成长 人生在世 若是没有任何朋友 他将会过得十分艰难 最后的方正因为阿杰的关系 也已经学会相信身边的人 学会与人打交道 阿杰教会了方正友谊 而Oscar教会了他 即便是爱也要放下 人生有种种无奈 都在患得患失中度过 当青春可爱的Oscar被告知即将死亡 方正想要保护好他 可就在不经意间还是松开了他的手 明明就在眼前 明明知道最爱的人要离开 可怎么也抓不住 这种心情的确让人很抓狂 而又无奈 这也同样是人活在世上最难度过的坎 人生在世不称义 有些人相爱能够白头偕老 但有些人相爱却只能天人勇格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瞎看不白看 感谢您的陪伴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想看的 或者想要解说的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评论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